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的开市起跑线 港股三大指数昨天整体表现强势 午后稍有回落,恒生指数高开175点之后 升幅进一步过大 下午初段最高见到17359 最多上升338点 收报17238 上升217点 升幅1.3% 但成交缩减至847亿元 国企指数收报6081 上升70点 升幅1.2% 恒生科技指数收报3467 上升23点 升幅0.7% 护生股市表现分化成交缩量 上振中指收报2891 上升1点 261 深圳层子收报8514 下跌83点 跌幅接近1% 成交3258亿元 护生两市和共成交 5858亿元 较上日减少202亿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1至6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35110亿元 同比增长3.5% 增速比1月至5月加快 0.1个百分点 其中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增长3.6% 增速比5月加快 2.9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平稳较快增长 叠加二季度以来 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明显收窄 共同推动 企业营收稳定恢复 上半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2.9% 与1月至5月持平 港股盘面上 大型科技股 大金融股 中字头股 高锡概念股等 传重多数表现活跃 阿里巴巴盘中 曾大升近6% 最高见到77.3元 阿里公布调整淘宝贴猫平台商家规则 明确以体验分为流量分配核心依据 对高体验分店铺 中榜紧退款 同时将开始搜取基础软件服务费 费率为每逼订单 确收成交金额的0.6% 这一系列商家经营政策调整 要可输进商户与用户之间 更平衡的购物生态发展 而收取软件服务费 将为阿里增加对客户管理收入 带来正面影响 铁家阿里将于今年8月 完成双重主要上市地位 有机会纳入港股通 这是因素均利好股价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国际家居零售 股票代号1373 国际家居零售以日本城 日本之家 123 By Ella 多来买Smart 生活提案 City Life 及日记世多Daydaystore等品牌 以及日本城网购JHC eShop 和易购点EasyBuy的线上平台提供 家居潮流健康保健 个人护理 食品及家庭快速消费品 目前于香港 新加坡 澳门等地区 合共拥有约376间店铺 集团借助港元强势 以迅速积极扩大有汇率 优势地区供应商的采购业务 能够以有竞争力的价格采购高品质的产品 同时专注开发一系列 具有竞争力的代工产品 OEM品牌 涵盖多个产品系列 并透过引入新功能及加强包装 获得客户好评 于截至2024年4月30日子年度 集团收入达26.871港元 较去年同期的高技术 下跌4.9% 主要因去年同期香港 在COVID-19疫情下 抗疫物资需求激增的高技术效应 加上疫情后 港人盛行外出旅游 及北上消费 股东应占利润为1.011港元 恢复至疫情前正常水平 相比去年同期 只股东应占经调整利润 1.491港元减少32% 集团保持稳健的财务状况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3.381港元 较2023年10月31日增加6.3% 董事会建议派发末期股息 每股5.6港仙 联董已派付的终极股息 每股5.6港仙 本年度股息合共 每股11.2港仙 虽然比2022年度 每股22港仙减少 达49% 但现价股息率达9.1% 而且业绩已基本上恢复至 疫情前正常水平不会大起大落 未来派息将趋于稳定 建议买入价1.22元 目标1.35元 只审位1.15元 个人没有持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内地股市个别发展 上证指数最多跌12点或0.43% 低见2878点后有承接转升 最多升8点或0.28% 高见2898点 全日收时报2891点 升不足1点或0.03% 成交2600.95亿元人民币 升成只低开低走 最多跌86点或1.01% 低见8510点 全日收时报8514点 跌82点或0.96% 成交3258.45亿元 市场交投弹劲 两市成交合计 缩减至5859亿元 日经方面 美国通胀数据符合预期 巩固市场对联储局 最快9月开始减息的憧憬 亚太区股市上扬 日本股市上周错进2400点 连跌8日后 今日显著反弹 日经平均指数高开471点 重跃38000点关口 随后升幅扩大 最多升1052点或2.79% 高见38719点后回顺 全日收报38468点 升801点或2.13% 度质方面 全球本星期迎来超级一席周 市场一观望重磅科企业绩出炉 美股终于窄位反复拉锯 收市个别发展 道指高开76点后 一度攀升93点 高见40682点 其后最多转错200点 低见40388点 每市收市 道指跌49点或0.12% 报40539点 道指升0.08% 报5463点 纳指涨0.07% 报17370点 美元方面 美国联储局及日本央行 开始一息前夕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美元汇价周一靠稳 美汇指数最多升0.42% 报104.751 欧罗层挫0.49% 至1.0803美元 市场揣测日本央行周三可能加息 日元一度攀上153.02对美美元 之后倒跌0.38%至154.35 石油方面 以色列无意对黎巴嫩展开全面战争 中东紧张局势降温 加上市场优虑 中国原油需求疲弱 国际油价周一回落 纽约期油收市跌1.35美元或1.75% 每桶报75.81美元 黄金方面 美国联储局一息前夕 美元汇价造好 国际金价先升后回 纽约期经收市跌0.1% 每盎司报2377.8美元 谢谢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